因为频繁,所以努力,因为坚持,所以频繁,我们去找自己的频率,然后轻松,快乐地活着。 老者一大早开着车子带着他的女儿出门了,他们并没有直接去工地里,而是准备去附近的商店里买一些东西。 老者的车子停了下来,他已经去商店里了,很快他就买了东西回来了,他给小外孙买了一些零食,还买了一些水果招待工人。 老者的车子已经停在了工地边上,他和他的女儿下了车,他们把准备好的东西全部拿了下去。 老者已经在那里陪着两名建筑工人喝茶吃水果,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干活真的很辛苦,所以也要好好地招待他们。 他们这里请工人干活都是要包吃饭的,所以老者的女儿会在家里准备,因为这个地方和他们家里不是太远。 所以到了吃饭的时候,都是建筑师傅走到他们家里去吃饭。 老者一边陪着建筑师傅喝茶,一边说着今天的工作安排,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材料需要他去购买的。 他每天都是要把所需要的东西准备好,就在这一时,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来了,老者赶紧邀请他们坐下来喝茶,其实他们妇女也不认识他们,可是他们还是很客气地招待他们。 这个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我听别人说,你们妇女非常心善会帮助别人,所以我今天就上门来请求帮助的。 老者一看这个女人肯定就是遇到了难处,他让她先喝茶有什么再说。 老者的女儿问了他一句,你怎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你的丈夫去哪里了? 女人和老者的女儿说,我的丈夫为了一个女人和别人打架,他现在正关在小黑屋里。 老者的女儿说,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情,他为了一个女人,就这么不顾你和两个孩子? 老者的女儿听了他这个话也唏嘘不已,这个世界上不幸的女人太多了,可是她们尽管遇到了困难,可还是竭尽全力地努力活着,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妈妈的。 做母亲的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付出所有,同为女人。 老者的女儿非常的同情她的遭遇,其实她自己的婚姻也很凄苦,这也让她特别地感同身受。 老者问这个女人,你想我怎么帮助你呢?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会帮忙。 女人和她说,我并不是想要你施舍我什么,我只是想来这里给你工作。 老者和她说,我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提供给你,你带着孩子在工地上也不安全。 女人说,我和你们非亲非故,我不能要你的钱。 老者说,你就不要多想了,我会给你一些钱,带着孩子好好回去生活,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干活的。 老者已经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了,他对女人说,我身边的钱也不多,暂时只能资助你这么多,你先拿去应应急吧。 女人真的太不好意思了,他一再地推辞,老者把钱给了他的孩子,他说你就拿着吧,就当这些是我给孩子们的,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。 女人也不推辞了,再三地对他表示了感谢,他其实只是过来试试看的。 没想到这个尊敬的老人家真的帮助了他,这让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,他一直在对他说着感谢的话。 老者还和他说,现在你遇到困难只是暂时的,你一定不要放弃生活,把自己的孩子好好地照顾好,如果还有很难解决的问题,你到这里来找我就好了。 我最近这段时间天天在工地上,女人对老者说,今天太感谢你了,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 女人走后没多久,一个男人过来和老者说话了,他说我刚才看到你在帮助别人,你是不是经常做这样的善事? 老者说是的,但凡我能帮助的,我都会帮一下。 这个男人和他说,我在牧民的房子里看到了一个小男孩,可是他的家人不知道去哪里了,我也带着他到处问过了,没有找到他的家人。 有人给了我你的地址,说你也经常地帮助别人,所以我就带着孩子过来了。 老者说,你赶紧带着孩子坐下来休息一下,他让他的女儿给孩子倒一杯水喝。 这个小男孩似乎有点害怕,他一直都不说话也不喝水。 老者说,我也一直帮助游牧家庭,但是没有看到有人来找孩子的,如果有人来找我会通知你的,我先给他一些钱,你给他买点衣服和吃的。 老者真的是太善良了,他把口袋里紧剩的钱全部给了孩子。 那个男人也和老者说,现在游牧家庭发生了很多的变故,可能他们搬离的时候忘记了孩子。 老者说,这件事情我也知道,游牧家庭的房子被摧毁了,他们肯定会迁徙到其他地方,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孩子的家人。 那个男人说,我以前在大山里的时候也会帮助他们,当我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,他的家人早已经不知道去向了。 老者说,还是要找到孩子的父母比较好,孩子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人,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留下来。 如果有人在找孩子,我会通知你的,他还嘱咐这个人,在他的家人没有找到之前,你要好好地照顾这个孩子。 那个男人答应了老者带着孩子离开了。 他们走了以后,他们父女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,老者的女儿并没有因为爸爸拿钱帮助别人而有丝毫的不满。 他也觉得刚才的孩子很可怜,他短暂地失去过他的儿子,他知道一个妈妈失去孩子的痛苦。 所以今天出一点钱帮助别人,他们心里也好受些,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回归自己的家庭。 你们觉得老者这样做正确吗?